来 林少爷 又找我干什么呀 来来来来 你看看 这是谁 欧 欧阳梅 白先生 恩人 我算什么恩人呢 来来来 进来 进来 你 你怎么认识他们呀 你是牙寨夫人 我也是被绑来的 你被绑来怎么 怎么还这么乐呀 挺好 你说我磨了白先生几天了 这办法也想了不少 一点效果都没有 你就是对他太客气了 这要换上我 草就大皮带勒上他一顿 你看看一点事都没有 我告诉你 白先生是国家当用之人 不能毁在咱们手里 这个你不懂 那咋办哪 铁头 你看这欧阳小姐长得跟仙女似的 你把她娶了吧 大哥 这 你不是没娶亲吗 这样的女子 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来 上好的毛尖喝吧 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到先生 听说柳和珍那仗把人都杀光了 你怎么回下来的 我是西子军啊 从死人堆里拔出来的 我算是死过一回的人了 好人有好报 你不会死的 坏人才活千年 喝茶 他们这儿茶不错 别害怕 我被抓到这里啊 本来试下的半死 不过 现在看到先生我就不怕了 我还觉得 运气特别好 你怎么得罪他们了 为什么把你绑在这儿啊 我也不知道 他们说他们绑错了 绑错了就放人嘛 一个姑娘家的 那房子土匪窝里呢 传出去好说不好听 你回去找他们 让他们马上放人 我现在倒是不着急了 那就这样 你从现在开始啊 跟着我 一步也不要离开 又我在 他们不敢放肆 我听先生的 我让你了解 我大哥叫你过去呢 发了个事 你没看这儿忙着呢吗 有什么话让他到这儿来说 这么白补的肉片 他们肯定没见过 这 这林树成啊 我觉得他 没有那么坏 没到穷凶极恶的地步 你 你看 打倒日本鬼了 你刚才说 什么他们绑错人了 他们原来要绑谁啊 李机到 李机到 洪杨小姐 给你倒喜了 倒什么喜啊 来来来来 看看 我这喜字捡得怎么样 啊 是这样啊 我兄弟铁头呢 看上了欧阳姑娘 我听说兄弟铁头 三十出头 没成过亲 同男子一个 人的好 实在 而且有把的力气 今天日子不错 我已经答应铁头了 今晚就成亲 王叔 胡说八道 那老板你还是个土匪啊 我刚刚还夸过你 少爷 您叫我 怎么样啊准备的 凉杀了吗 杀了 赶紧考上 已经考上了 只是这凤关侠配 没地方找去 凤关侠配 对 那这么着 弄声唱剂的衣裳 行 对 准备一个蚊帐 一定要找到 行 咱山里蚊子多 是是是 咱们男人没事 人瞧欧阳姑娘受不了 是不是 是是是 去吧 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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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嫁 我打死我也不嫁给吐嘴 少爷 这事还办吗 办 不仅要办 而且要大办 小弟们 都给我张罗进来 好 要本事你们杀了我 打死我也不会嫁他 不要 要不然我本了 别急 白先生 你呀 好好劝劝欧阳姑娘 林初成 今天晚上入洞房 准备入洞房啊 好 好 好了 侯爷 我告诉你个秘密 好 来 过来 过来 来 听我说啊 我呢 被绑架的时候 我的助手脚撞他跑了 我让他到西夏山 去找新四军游具队的夜司令 让他来救我 我跟夜司令是好朋友 我估计小郑这一去一回 三四天的时间足够了 也就是 就在这一两天吧 他就会带着邮寄队回来 好吧 别哭了 别着急啊 真的 真的 说不定他们现在 正悄悄上山呢 别急 咱们再想想办法 拓在一两天 那今天晚上怎么 让我再想想 让我再想想办法 好 来 抽点椅子啊 哎呀 哎兄弟 你把那个洗地儿张好了 来了 来来来 把枪撤出去 兄弟们 大喜日子啊 你给我干净点 李处长 李处长 来来来来 你呢 什么事啊 班先生 咱们俩做笔生意 咱们俩做笔生意 生意做不做 那要看有没有钱账 钱 钱多的能把你买起来 等你进了关的都花不完 你心吗 这么大生意啊 对啊 那咱们也得等 欧阳姑娘把婚去吧 是吧 来 欧阳小姐 你看这花扎得怎么样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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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好好好 我跟你说 我还没娶过媳妇呢 你觉得 白先生 也看上欧阳姑娘了 对 我决定 用藏宝地点 交换欧阳小姐 怎么样 买卖还算公平 但是怎么跟人铁头说呀 怎么不能说啊 欧阳小姐能 能做她的压寨夫人哪 那不成了那个 那个什么蛤蟆想吃甜上肉了 行 那我们就把甜上肉 留给白先生吃 东西藏哪儿了 等你把欧阳放了 我立马告诉你 不行 您得先告诉我 东西藏哪儿了 我还得亲眼看见这东西 我才能把欧阳放 不行 为什么 对你不放心哪 不放心这好办哪 今天晚上我就让你和欧阳成亲 好吧 然后你就守着她 一步都不离开她 这你放心了吧 这差不多 东西藏哪儿了 明日早晚再告诉你 担心人才亮空 太担心了 不是 欧阳小姐就这么值钱 是 这事跟你说你也不懂 行 那一言为定 明天早上了 那我 先给白先生道喜了 欧阳姑娘 给你道喜了 天地正气 不错 您看看这份报纸 这报纸上都是这些消息 我随便买了几张 不过 我也听到一个好消息 省里在传说 老秦要回来当省长了 秦平之 对 听说她逃到重庆之后 陈立福庭赏识她的 胡大爷 人逞安静 人逞安静 公逞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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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去看看 我 Legends 打倒安静 人逞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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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逞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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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Specifically 公逞安静 不知道是什么人煽动的 您那个侄子李杰 带了一帮学生 忽然就跑过来了 说是请愿 这是冲我来的 说 要不我出去把他们赶走 这什么人在背后指使 非要指我李某人也死定 叔 这么晚还没休息 毛毛病了 睡不着 刚回来啊 是啊 查出什么情况了吗 什么都没查到 如果欧阳是被绑架了 怎么没有人来开架呢 是啊 我也正琢磨这事呢 上一次谁搞欧阳的秘 查出来了吗 这也没查到 我没有 说什么 你还没查到 就是说他的秘密 你怎么这么不认识呢 说什么 你怎么这么不认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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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谁跟咱们作对 咱们就说他是告密的人 把他抓起来审问 要把欧阳被告密的时候 传扬出去 欧阳人眼好 那人们就会同情欧阳 同恨告密者 我明白了 这次绑架 肯定跟告密有联系 我和欧阳在那儿喝酒 我是临时约定的 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来 怎么了 这帮土匪还是很浪漫的嘛 把洞房布置的有模有样 还把你娘好 看啊 晚了吗 喂喂 你怎么不懂规矩呢 怎么了 这盖头哪有新娘自己借的呀 来来来 过来 这才是新娘的位置 来 上去 上去 上 多好 这才是新娘应该待的地方 这床不错吧 好 很舒服 比我在重庆那张床是我多了 你从来没进过洞房啊 从来没有 怪不得那么好奇呢 你进过洞房吗 那当然了 你怎么再帮洞房啊 当然是在戏里 不是在戏外啦 你吓了一点吗 二位 二位忙着呢吗 没锁门 进来 你怎么又来了 这没你的事啦 不是 要 要不 要不你来 我走 你看过河就拆桥 你看这花还是我扎的呢 我可是你大没人呢 你啊 你就不是人 一山洞的宝贝都让你拿走了 世界上有这么贵的媒人吗 给你们送酒来了 你看动物房花烛 才子佳人 没酒哪儿行啊 酒留下 你走吧 没你事 你看看看 看你急的 春宵以可值千斤 这我懂 你已经耽误我好几千斤了 快去 快去吧 般配 说实话 我还得谢谢他呢 要他不把我们绑到这儿来 我也不会见到你的 是因为咱们俩有缘 他也真够费心的 还跟我们送酒来 我说过 这个人不会 你会喝酒吗 会啊 喝多少就会喝酒了 就是喝完酒以后不胡说八道 这可难了 我不喝酒还胡说八道呢 你那不叫胡说八道 要不然咱们上喝一点 好啊 来 这可见 不喝酒 吃这个 挺喝 interference في这下 变得香 你会喝一点 还有你喝酒 不喝酒 都喝酒 你喝酒 提一喝酒 你喝酒 不喝酒 你喝酒 怎么会呢 祝欧阳小姐新婚大喜 还没喝呢 就开始胡说八道 这不算胡说八道 也祝白先生新婚大喜 如果我今后真的娶媳妇 我就找你这样长得漂亮的 长路不满满 那个不太容易 像我这样的很难找的 是吗 那我就干脆就直接找你呗 找你帮我忙呗 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来 别疑难 别疑难 祝福万千 藏心尖 要是你明天 你的朋友不来的话 我们该怎么办啊 那我就直接把仓宝的地点告诉你 不过 那个地方很远 有百八十里吧 一来一去 两三天都会来 你放心 这些细节啊 我早就想好了 你就把心踏踏实实地放过去 原来你早就修我成竹啦 小毛贼吧 这名副极是小毛贼的 你怎么不成亲啊 我正正在成亲呢 今天不算 不算啊 那当然了 那他们费了这么半天的劲 你看 你看这 你看 知道这是什么吗 红枣 花生 把它放在洞房里 就代表着大家对咱们的祝福 寓意让咱们俩早生归 什么咱们啊 不 不 不 当然不是咱们俩 你不是说你没进过洞房吗 你怎么懂那么多啊 我手撈嘴了 我没进过 我还没看过 知道这怎么用吗 你不想参与进来 你不想参与进来 好啊 月上柳梢 晴满横 红袖天香 初一暗 来 升箍子 这 这次星空遇到了你 要不然 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从现在开始 只要你一遇到危险 我就会出现在你身边 真的 要是再早几年 我就跟先生 去做初始丫头 不让你们看了没有 然后我就自己看 不让你们看 这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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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这么看 来了 怎么不是 外面也在放鞭炮 不不不 这可不是 有人就走来了 那我们快走吧 不不不 到这个时候可不用出去 那二大港那把家伙一接 赏得买颗子弹 那怎么办啊 喝酒 白先生在哪 白先生 白先生 他们来得也太快了 我也还相信你 这两天在这儿发生的事情 你回龙泉之后 跟任何人都不要说 你回来 随便找个理由就躺死过去 这样 你就说你去上台跑了一趟 这越磨越黑 你索性什么都不说 置字不提 我听白先生吗 上车 我应该怎么谢你啊 我该怎么谢你啊 说什么谢 你说一家人了 不说来就好 白先生要认的话 那我也认 银行 小姐回来了 小姐 回来了 妈 小姐回来了 小姐 回家 小三子 你跟李县长说一声 就说我回来了 嗯 雨芳 走 咱们练一戏去 雨晓 有热水吗 好几天没洗澡了 都快脏死了 我马上给你烧 好 小姐 你跟我说 这几天你到底去哪儿的 说来话长 以后有机会告诉你 那也好 小姐 看你没磕没胖我也放心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就别问了 他们也没为难我 我答应他们 不泄露他们底细的 他们真没为难你 没有 没把你 怎么样了 您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这么就让你回来了 他们是闹着玩的 也不是人家放我的 是你自己逃出来的 我哪有那本事啊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您就别问了 反正也没出什么事 您放心吧 我是 我告诉你 这次你是在替我受过 为什么呀 他们在太阅酒楼要抓的是我 不是你 您得罪谁了 我问你 抓你的那个土匪 是不是叫林淑成 这个人我得防着点 我们都得防着点 他早晚要报我 就像您说的 全团去了趟上海 没事就好 都快把我给挤死了 这几天找个日子 有个事我想跟您聊聊 什么重要的事还得选日子 现在说不行吗 对了 白颜忠还活着 他在审城 你到底是去了省城 还是被劫了呀 小姐 你这是干什么呀 不用放这儿了 把这扔了吧 你不放这儿放哪儿啊 抱起来呀 怎么了小姐 你别问了 以后你自然就知道了 大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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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安鸡 大老小 公开安鸡 大老小 公开安鸡 共产党 共产党 罢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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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 这干嘛把他们赶走 你们去干什么呢 管这么多小事 快点 我是国内政府 中央研究院 长官 这么打人 这太野蛮了嘛 不打他们 他不不走啊 一会儿火车就来了 前面坐着政府的官员和贵宾 少峰有交代 不能让他们看见这么多灾民 不管叫哈子多少 只要别让政府官员看见就行 你是这意思吗 少峰就这么说 快点 快点 快来 走啦 快 走 快走 institute 走 plateau gathered subscribe 小心 走 快 igo oux 走 杉裁 太阳 小心 在飞測 抓 我们再点成 401 9 9 9 1 交往西。 最舒服的公司。 怎么也小车都用上了 抢来的 这几天让跟打仗似的 天天抢东西 怎么闹兵变了 什么兵变呢 书呆 这是省城 日委留下的物资特别多 谁先抢到谁得 那战区司令部 来晚了 什么也没抢到 那刘总司令一下车 鼻子都快气歪了 先给吴院长发了个电报告说 那江委员长怎么说 我跟吴院长说啊 日后调整 维持原状 日后调整 谁给你调整啊 还调整得了吗 你看我这车 省府秘书长他们家楼下 我一眼就看上了 我上前一把钱摁住 呆 这车是我的 谁也不许跟我抢 这不就等于项羽进了咸阳 黄朝进了长安吗 对 对 对 那感觉太好了 走走 上车 上车 你们的文物是怎么丢的呀 你们的文物是怎么丢的呀 民国二十八年 我们中央研究院的一批文物 在秘密转移的过程当中 就在咱们龙泉陷阱内 失踪了 正赶上日本人占领龙泉 当时就没来得及去调查 都些什么文物啊 就是我们研究院收藏的 历朝历代的珍贵文物 每一件都价值连城 有多少 一大卡车嘛 二十八强有三百多件的 这么多呀 要不我们着急呢 我们那老先生都快急死了 不是 你们这消息 都哪儿得到的呀 军方的情报人 你怎么这么关心这件事啊 你不知道 方峰明明多不关心 军方的情报人员 从日本人那儿探听出来的 你赶紧去那个战复营啊 小师傅都关那儿呢 去过了 当时的几个日本鬼子 都已经找不到了 我说 那小鬼子会不会转移到日本了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这个 那你赶紧去龙泉呢 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我得先跟省长和刘总司令 接上头啊 让他们跟下边打声招呼 这样我下去办事 也好 胡家胡归嘛 对对对 我住哪儿啊 看这外面乱无功的 饭店是不安全 住我那儿吧 你住哪儿啊 秘书厂家呀 我明白了 你除了人家老婆 已经全部都接受过来了 是吗 就这么回事 你这接受委员 名副其实啊 抗战八年啊 该相降服了 你老婆过来了吗 没有 那我得给她打个电报 让她赶快过来管着你 要不然 你真的把人家老婆也都接受过来了 打电报也没有用 我老婆怀孕了 打肚子了 在重庆哪 是 她就接到了电报 也买不了下来的船票 怎么回事 抄家呢 你知道吗 这是大罕奸 郭明启他们家 王伟的主任委员呢 昨天我就想抄他们家 完了一步 太可惜了 人家把了仙了 我说这人家怎么回事 我说他自己懂 人家的解决 帮你吃 AWK 叫他吃苦 你吃风 快点啊 怎么这么快 多长时间了还不利索的 会不会干活 你有什么事吗 你忙完了 我来找你们刘总司令 见老总啊 你干啥呢 我是中央研究院 文博研究所的白岩州 这是行中院的公网 这是我的身份证明 你们这些单位是干什么的 研究历史和文物 搞古董的 那是通俗的说法 我说你们这搞文物的 古董肯定少不了了 当然很多 抗战期间有我们转移出去的文物 不计其数 多的都没地方去放 这 你们都放哪儿了你们 山东里 防空洞里 广西 云南 四川 贵州 很多地方都有 你你你你这身上 有没有带着一件两件的 我跟你说啊 我我听说我一王爷 这腰上带着一块玉 就这么块玉 值金子好几两 我们文博所有规定 个人不允许收散孤独 实在是对不住 我到底什么时候 能够见刘总司令 你这事啊 得先找文教处的王处长 是 那就麻烦你赶快通报一下 真是不巧啊 是王处长去南京了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过一两天再过来 可是我有急事啊 能不能不通过他 直接去见刘总司令 直接见刘总司令 那怎么行呢 你这每天见刘总司令的人多了 没有五十也有三十 你说要是不让下边人摆一下关 那八个刘总司令也忙不过来啊 您说是不是 回去吧 回去吧 真是不开窍 这么不开窍 还想见刘总司令 你给他几颗小钱 这不什么事都好办了吗 你以为我没看出他有这个意思啊 晚上 晚上我请你好好开开机 我 我我不去 我也不会打麻将 再说我也没钱输给你了 不是搓麻将 不是搓麻将 你在美国待那么多年 你去过五厅吗 没 政府没给我去五厅钱 你出胎子啊你 再说 胡适先生就住我隔壁 要让他知道我用政府的钱 那还了得 一群手带子 我跟你说啊 刚开了一五厅 后台老板 是我们接受委员会的范主席 那灯光 喇叭全是从美国运来的 舞女 乐队 是从上海请来的 我去捧场 你好好开开眼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我不去 我说啊 你好好收拾收拾 现在 各地都在承办汉奸 全国都在承办汉奸 我想诸位 都已经知道了 现在我们龙泉 有一批年轻人 他们到政府请约 他们上街游行 你们这些个人 是我的部下 只要在龙泉的地面上 我就要照应大家 替大家度过劫难 当年日本人在的时候 我们他们有一口饭吃 都不会替日本人干事 对不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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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这什么狗屁理论 严信的罕见理论 诸位 把你们身上的手枪 都交出来 我这都是为了你们好 现在让你们带着枪 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你们想一想 一支枪就能保住你们的命 你们要想清楚 是保命 还是保枪 从现在开始 诸位就住在县府里边 不能回家吧 只有如此 我才能平息外边的非议 不然的话 孩子们还会请愿 还会游行 还会告状 告到省里去 告到重庆去 说我们龙泉包庇汉奸 真要闹到那种程度 诸位 你们的脑袋 还有我这个脑袋 统统地保不贵 听说你们要演十天大戏 好 抗战胜利了 就是要庆祝庆祝 写得真好 不过 是不是花上了点 行见行见 来 试花手里 来 咱们再写 到下 李宗盛 尺 清晨 咱们再写 我根本就我 我就知道 你같 who be hm 快来 抓住 快去 追 快去追 你 我 我 有 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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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